新闻瓦瓦瓦 烤白菜 還有一位呢 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歡吃白菜 但他的身材也像是有吃過白菜 陳金蘭小姐 非常地纖細 還有一位是 我是吃月餅 所以補一補一 桃園平鎮選出來的議員 黃敬平議員 還有一位在花蓮 常常吃白菜的花蓮人 小袋 袋智陽 白菜去了哪裡 白菜門 白菜門事件 白菜門事件 對 白菜門事件 好 我真的覺得 鄭大哥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這個事情真的是 如果是個事兒 這也算是揭發啦 再來就說 他真的不是個事兒 然後問題所有人的回應呢 讓他更荒謬 我覺得荒謬的不是這張照片 是那個回應非常的荒謬 校長說 看那個老師這麼鮮細 就知道他不會吃白菜 我們就發現 哇 校長是這樣的回應 是有很急了 那告訴我們 這整件事情就是 從一個花蓮的花崗國中 花崗國中 我可是印象非常深刻 我那時候去花崗高中 然後剛好也有去國中那邊 我被釘蚊子 花蓮的黑蚊子 釘到去醫院打抗阻治案 因為我是整隻手 腫起來 這邊整個手掌跟他米菇 我就是被釘了幾個而已 然後花蓮人跟我一起去花崗國中的 都沒事 我說是怎麼回事 蚊子會認人 這是外來的 因為你白菜吃太少 就是新的菜 七生 對 所以呢 可能是他們有被釘過他們本身的抗體 對 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就沒想到事隔多年之後 我再看到花崗國中的新聞是白菜 這是一個鐵木老師 鐵木老師跟陳其善有什麼關係 鐵木針 鐵木針 沒有好 沒有關係 然後後面叫落地 蛤花落地 蛤花落地 鐵木落地 他呢 就是因為學生營養午餐 白菜菜量太少 他PO了一個照片 他直接點名副縣長你來看 那麼 但校方表示經過調查 他認為他的這個照片 照假 前天召開教師考機會 對他懲處一支小過 那昨天呢 花蓮縣政府政風處宣布 鐵木老師未經查證 就擅自PO文 嚴重損害學校跟縣府形象 那麼結果鐵木老師就回應說 照片是真的啊 絕非捏照 班上學生都可以證明 那這個事情一出來之後呢 大家就是 怎麼餓都不能去餓到孩子 看到那個白菜的那個量 會覺得說 因為這個不像是打菜來就長這樣 這感覺是有被挖過的嘛 對不對 那誰偷走了他們班的這個擺菜呢 然後這個事情 正常的反應會是什麼 還是說這個老師屢次反應 校方都不鳥他 都不理他 所以呢 他才要用PO文的方式 然後點名副縣長 因為我們知道花蓮縣的 國中小營養菜都是免費的 OK 這是花蓮縣政府最足以自傲的一個德政 所以這個PO出來的話就 牽扯的方面就很多了 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去問一下說 那到底一個老師發現菜少了之後 他有什麼樣的一個程序 非常感動我們哇哇哇的企劃 去訪問了幾個匿名的國中小學老師跟校長 還有匿名的花崗國中老師的一個看法 我們整理了底下幾個討論了 因為我們真的覺得不能明脆啦 是不是 對好怕喔 而且白菜煮的這樣爛爛的也沒有那個爽脆的感覺 白菜要脆但是講話不可以明脆 基層老師們說 如果班上有發現菜量不夠 第一時間是PO文嗎 當然不是啊 你會怎樣 去剛剛到底怎麼回事啊 打電話去廚房問啊 去廚房嘛對不對 我們正常所有人第一時間都是先去問 今天菜是怎麼回事 對 學校基本上會處理 因為學校聽說現在這種有供應餐的 都有午餐祕書可以問 而且都有監處 第二 菜量夠不夠 有時候是看天氣有時候看口味 那再來有時候 其實有時候菜都會剩 有時候會不夠 他說老師這個說的也合理 如果前一節是體育課 小孩這樣做一個小時 要搖到沒有 就放四名吃了 他說如果上一些實體育課 午餐大部分會消光光甚至不夠 不夠的時候怎麼辦 因為隔壁班沒有上體育課 他們剩很多嘛 就去隔壁班畫園 對 別的菜可以吃啊 他們午餐只有白菜可以吃嘛 沒有啊 就是也都不夠嘛 就隔壁班畫園 或向學校反映 那此事件為異常短少 通常我們也會先去問 今天你怎麼不夠 因為這是偶發事件嘛 對不對 那再來 校長 我們去問了校長 校長就說了 學校有廚工媽媽分菜 有時候午餐祕書打點營養午餐 老師發現菜量不夠 其實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解決的 那麼所以呢 第一個先問 是不是有學生已經先吃了 然後再來 或者是說先去問學校午餐祕書 怎麼回事 到現在為止 邏輯都一樣嘛 好 去問了另外一個校長 說這有沒有回扣問題 喔 這校長就生氣了 那當然喔 開玩笑你已經講 你在質疑我貪污啊 這個事情很嚴重啊 問某一個校長說 花崗國中將有回扣的問題嗎 那個校長就反彈了 他說拜託的 我們A情也會A到 一個讓老師用肉眼就看得出來嗎 這太遜了 這說也是嘛 去A白菜 OK 白菜是可以省化錢 現在白菜很貴耶 肉很貴 現在青菜很貴 非常貴 然後呢 比肉貴 我們其實就 心平氣和地講 等到這個校長 心情平復之後 校長說了 如果該師長 如果該老師長時間觀察 菜單跟實際內容不符合 比如說大雞腿變棒棒腿 或者是採買低價高爆 比如說你有一些時候 委託外面的營養午餐 或者長時間菜量不足 或長時間使用非常低價的菜 你要去調查有沒有不法 OK 因為這是我們 就這個事情 我們詢問的一個結果 有沒有超出這個範圍 沒有 沒有 基本上沒有 但是最近菜是比較貴的 就是老師弄錯了嘛 就這件事情可能是老師弄錯了 應該這樣講啊 沒有問清楚就PO照片了 對 但是我覺得 這可能是我們這邊想法 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就是說現在你會發覺大家都有個習慣 尤其你去餐廳 菜一上是不是大家都猛拍照 開始猛PO到FB上面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習慣 有時候不見得說他到底有意或是無意 但我覺得已經變一個習慣 那我們講說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重點 這個老師他可能就是 也習慣就是我們年輕人這種方式 我看到菜少我就先PO 所以你看他的FB原文 他沒有罵任何人 他只是說學生這樣的菜 份量 夠嗎 然後徐祥明大賽哥 你可以來看看 趕快來看看 徐祥明就是副縣長 他覺得徐祥明大賽哥 本來要選立委 他現在準備參選花蓮縣立委 這樣怎麼還沒有罵人 因為這個老師 沒有 這個老師 這個老師先講一下 這老師是說學生有三十位 可是那個高麗菜的量 其實只夠物 No 為什麼會出現高麗菜 白菜 白菜啊 你不要把事情搞複雜了 你剛剛講師長高麗菜要脆 我們白菜都找不到了 現在冒出 你不是講高麗菜要脆 高麗菜 可以明脆 不是這樣 是你先講高麗菜 我說白菜要脆 高麗菜 你去倒帶 你明脆 你明脆 你明脆我 你相信他 去倒帶 對 我剛剛去講白菜 好 倒一下 白菜 白菜 他最早的那個發文 他的就是那麼簡單的句話 他附上那張照片 菜量很少照片 那這個副縣長 是透過誰知道的 因為那時候是有個花蓮縣議員 那個原住民議員 他 以賴 對 以賴議員 以賴那個迪布斯 他一看到這個PO文之後 他馬上轉給副縣長 所以副縣長大概在二十分鐘 因為花崗國中去到縣政府 其實很近 馬上就到了 馬上到看去調查 然後問學生 當然其實縣長 副縣長去嗎 副縣長親自去 是副的縣長還是副昆齊 不是 副縣長是副縣長 對 徐鄉民副縣長 不是那個副縣長 你 你 你不要霸凌 對 你明確他 這經常發生呢 每次遇到副縣長 副縣長好了 對 然後他們說我是縣長 你就是鄭縣長 你不能這樣鄭縣長 鄭縣長在這裡 對 鄭縣長 對 所以後面 當然他們去 帶著花蓮的秘書長去 還有帶著正風處的人去 那其實我覺得很恐怖的就是說 其實這本來是個小事 不是說很嚴重的事 因為他 我剛剛前面強調 他PO文只是那麼一張照片 跟那麼一句話 他沒有講誰貪汙 他也沒有講誰不對的 他只是說希望副縣長來 徐鄉民副縣長來看看 確實來啦 不過他有點嗆聲 對 那個當然他口氣是覺得 有點嗆聲的音味 誰嗆聲 他對那個副縣長 對 徐鄉民副縣長 所以你來問 就是說你來看看 這個菜量怎麼會是這樣 他們問了學生 對 學生的答案不一 有的學生講說 菜本來就很少 也有學生講說 我們的菜夠吃 所以其實這說法是眾說紛紜 但是這鐵木老師 他其實一直到最後 懲處結果出來為止 他一直否認他的照片有造假 對 他一直否認 他從來沒有承認過他的照片有造假 對 所以說 後面你看他的懲處理由很簡單 對 他其實不是說老師造假喔 不是老師造假這一部分 他的懲處理由是 因為老師PO網 所以引起軒然大波 影響學校的名譽跟縣政府的名譽 跟他們一起搭訪 對 那一起搭訪 對 那一起搭訪 我覺得校長這種回答 差一定會害死那個女老師 可是那個女老師也不可能 把人家25個人的量 對 量學木蛙 他是說他太瘦 所以吃不了白菜 那是不是很奇怪的理由啊 對 這個回答其實會害死很多人 那整株戲都覺得很荒唐嘛 對 對 因為小事情本來可以很簡單 弄清楚為什麼要搞這樣 沒有 你問我覺得齁 處在我們這個社會 這個已經不是小事情了 因為他的大事是在於他PO了 PO了就是全民知道 大家一起來審判 他又找了副縣長來 你來看看 結果人家來看了 結果發現不是這樣啊 是 因為大家會感覺 第一時間會覺得說 你們到底在搞什麼鬼 出了什麼事情 你們為什麼菜量變這樣 我覺得那裡面有質疑別人的 道德性格問題 這個其實他滿嚴重的 我覺得你不好可以 但是後續的處理會不會太荒唐 是 是 是 我覺得齁 我的看法就是說 因為我最近在看一本書 那本書的書名叫做 《自認為好人的自以為是》 我覺得我們社會上有這樣的心態 對啊 最近官司已經倒是 因為我告訴你 因為這個是花蓮很 你不要想什麼 什麼縣市可以像花蓮這樣 國中小營養午餐全免 當然他的學生人數不多 那這也要縣長願意做 沒有啊 這是人家很願意做的事情 你要用這張照片 打人家的臉 人家過去這些年來做的事情 做不好你可以講 你完全就抹殺人家 這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覺得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對學生其實是有教育意義 為什麼 就是說處在這樣科技的時代 你要PO這樣的照片的時候 其實影響很大 你要想要後果 對 所以作為一個老師 你應該教育學生說 我應該怎麼嚴謹去看待這個事情 到底它真正的緩解出在哪裡 比方說我要不要問學生說 有沒有人先吃了 對不對 對 有可能有學生先吃囉 對 絕對有可能 對 那因為他是 11點半那一天是考試嘛 對 考完之後到12點之間 有半小時的時間 他可以去PO網 PO那個照片 因為菜11點半就送到了 對 那11點 11點50的時候 這老師把它PO出去這樣 那可能其實學生有人先吃了 第一個 第二個事情 他可以打電話給學校的所謂的 什麼 午餐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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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廚嘛 你剛剛講的監廚嘛 對 說你可不可以問監廚說 這個事情怎麼會 這個菜怎麼會那麼少 對 不夠是不是可以再補 對不對 第三個事情是 你還可以問校長嘛 因為 這個事情對校長傷害很大 真的啊 就表示你監督管理有問題嘛 還是因為有爆料獎金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管先報了 我相信這老師應該是一個 他沒有爆料獎金 他只是純粹在臉書上貼那張照片 還有 還有搭火的老師啊 那你要不要再問一下 而且這樣調查成這樣子的 大廢周章 大張旗鼓 你知道 萬一 有沒有替小孩考慮到 真的有人偷吃了白菜 對 他那整天 誰敢講 心情怎麼樣 不是要想辦法拉嗎 沒有辦法 沒有 你知道我們的氣勢很 很努力很用心 用心 他呢打電話給這個 某個學校的校長 然後我們的這個氣勢 用回扣的問題問他 然後這校長說 講白一點A錢 會A到讓一個老師 用肉眼看得出來 這實在是太遜了 然後平復心情以後 他才講比較 比較正常 就是說你要看平常 菜單跟實際的內容符不符啊 大雞腿是不是變棒棒的 你知道他不是花崗國中的校長喔 他只是一般國中的校長 可是講A錢 他就很生氣了喔 可是他為什麼會問回扣的問題 因為過去 過去 比如說學校 營養午餐 其實前幾年 發生太多次 新北市 你看那時候 一百多所學校 我跟你講一下 這是人格抹殺啊 我跟你講一下 新北市 那一波校長很多被起訴 有一些校長 對 有一些校長 風評還真不錯 幾十個喔 半學 對 半學非常棒 但是有一部分的校長會判無罪 有一部分的校長會判無罪 你說營養午餐能不能A錢 真的還可以A錢 但是他A的錢 其實都沒有特別大 可是有問題是 你平常是看不出來的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像我以前當財 你在這部隊當財買 我們去買 比如說那個梅干菜 梅干菜好會賣的 價錢差這麼多 那像軍隊去買的時候 都是在那個 他的那個配發中心 你根本沒得選擇 拿著就走 那財買人有什麼福利呢 我們那個一廂 的那個雞蛋 我們到路邊找一個早餐店 你就自己車上的那個雞蛋就拿出來 就交給店家 就幫你接兩個核包蛋 你說能不能小A一下 可以 那一般營養午餐 那一般的營養午餐來講 他其實如果要偷的話 如果說一個學習一個合約下來 校長如果要A的話 大概可以拿到大概20萬左右 20萬你說大嗎也沒有很大 可是如果幾年下來就是一筆錢 一學起 對 所以你說能不能A 可以A 你也真的看不大出來 他就會在這種地方上 比如說白菜 新鮮的跟放的比較久的冷凍的 價格小的有差 對啦 比如說雞肉也會有差 而且你應該鐵木老師應該也能觀察 長期是不是菜亮丟已經騙 沒有正常 沒有正常 對不對 菜是不是用比較不好 那個不具名的校長就是這樣講 對啊 要長期觀察一下 對啊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 如果只是單一事件 你就不用這樣大費周章 我們再回頭看 尤其不要嗆聲某一個人 因為這個鐵木老師 他至少我們講 他有一點運用民粹 我們講說他的背後是很多 這樣好不好 對 因為他也是用 也是很民粹的 他個性比較臭 應該是這樣講 他個性比較臭 他個性比較低 他個性臭 第二個他其實對學生很用心 但是他 所以他過去他常常反映很多很多的問題 他本來就是大炮型的老師 你知道在一個單位裡面 尤其很封閉的教育單位裡面 你出現一個大炮型的人 教育圈本來就保守 對 然後校長絕對不會喜歡你 第二個 教育處絕對不會喜歡你 因為你動不動就是放炮 那你每次放炮 然後就要引起大家的 大家的反 對 可是再怎麼樣放炮 我話又說回來 再怎麼放炮 你是用哪一條計他小過 對啊 對 所以我就覺得 他是犯哪一條 所以我覺得這次換現任務 是無聊到極點 你這是什麼 這種案子你可以出動 對 那事情 出動那麼多震風處的 藉老師你應該 他是不應該 但是你後面要怎麼 你自找你有關係 小孩吃什麼東西 吃的東西對不對 那你用這個程序去處理 你沒有嘛 你就直接PO文嗆聲 後來發現這事情是一個烏龍 對不對 可是美人姐剛剛那個 洪一大哥有講 臉書是一個公器 他剛剛也講 為什麼講民粹 他就是要用社會輿論 因為臉書一PO上去 全世界都知道 現在是全球都知道 就用社會輿論去做這個批判 因為他點名了某某人 那在這個狀況下 那個某某人或維繫他的名譽 你當然大家可以說 用大砲打小鳥 可是這中間有一個社會交易 就剛剛那個洪一在講 現在的臉書太頻繁 那大家都認為沒事 那每個人都認為自己 在臉書上怎樣怎樣 或在那裡指誰 指誰罵誰好像都應該 那他的教育意味就是 現在是一個臉書的世代 或是年輕小朋友出生就是 我們看的網路世代 就是那個智慧型手機的世代 他在這裡面對於所做的 那個事情都很容易 就跨過了那個線 那記不記小過 可以大家來討論 但是面對你要PO上網 對人家指責這件事 我們現在沒有任何法律 去可以做處理 除非今天那個徐副縣長說 我維護民意欲 你要到縣政府去告他 我維護民意 你到縣政府 不是 你到法院去告他 他破壞我民意 那搞成這樣嗎 這樣才是平等的 合理原則嗎 不是嘛 你可以要求說 他至少在臉書PO一個道歉 對不對 你居然是用臉書嘛 因為就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說 鐵木老師他 他這種方法是錯誤的啦 他可能就想說 反正我PO網出來 會獲得很多人的支持 所以他也沒有想到很多後果 他們 動機上面沒有什麼 不過其實我 我蠻同情 鐵木老師的 因為鐵木老師是 其實我認為他是 站在學生的立場 對 他個人從 別忘了 他自以為好人的 自以為是 就是這句話 但是他個性衝動 他為什麼不敢指 傅崑奇 他為什麼去指了 那個徐副縣長 他私底下有沒有個人恩怨 他今天指責很奇怪 他也沒有去指責校長 他就指責了那個徐副縣長 他也沒有去指責傅崑奇 說傅崑奇 你這個大家長 你回來給我看一看 他也沒有啊 他今天指責就是 為什麼針對副縣長 對 我們也不曉得他 徐副縣長徐湘明 是不是他操辦 還是跟這有關 我們外人跟外店人 真的完全不了解 但我要說的是 PO臉書這個動作 個性是衝動了一些 我自己也是 他跟我一樣 個性屬於衝動型的 也很壯 真的嗎 我也犯過這種錯 我之前也是到一家餐廳吃飯 然後後來那個 叫了一碗炸醬麵 結果他上來的 因為麵的份量不夠 就只有一坨 然後賣90塊錢 那就像剛剛其實小代 一開始就講了 很多人現在上館子 或出去外面吃東西 習慣飯菜一來就先PO照 那拍了大部分都會覺得 這個好棒 這個好讚大推 那我當然是那時候 點了一碗90塊的炸醬麵 我想說應該足夠 我可以吃了 我又那麼胖 結果沒想到上來一坨 大概吃了兩三口就沒了 然後他 對我就把它先 當然我還想說 再先拌一下 還沒吃 那我想說 因為他本來是小黃瓜 花濕切的濕濕的跟炸醬麵分開嘛 那我想說拌一下 拌一下之後 還沒吃我就先拍一下 然後我就說 分量那麼少 我看了就沒胃口了 那當時我還沒有寫下餐廳的名字 然後面在跟這個網友互動留言的過程當中 我就把那個餐廳的名字寫出來 我就說那個是哪一家餐廳啊 然後我就說不好吃 超難吃的這樣 結果後來當然引起網友正負兩極化了 當然是負面大於這個正面多 我也會批評 我也覺得我那一次衝動 蠻錯誤的 餐廳有來找你嗎 我覺得餐廳老闆還蠻大方的 後來他也親自留言給我 邀請這個我9月19號 他們有一個美食在 因為後來他們就說 我辦過之後才PO照片 然後似乎想要意圖損害他們餐廳的名譽啊 然後怎樣就開始 那個就是你來我網的工坊 我也一個一個回應嘛 因為我一直強調我是站在顧客立場 但是我承認我覺得 我也絲毫沒有顧慮到說 我現在是一個公眾人物 我是一個民意代表 是一個議員 當然所以就會引起很多的正反兩極化的批評 所以當講到這個鐵木老師說 我就會想到我那時候的立場 我就一直強調我說我是顧客 餐廳也後來很善意的回應我 老闆也邀請我說 有機會他的美食展 再去試吃他不同的產品 給他們鼓勵 所以那個麵 那個麵的味道不好嗎 那個麵的味道 只是太小而已嗎 我覺得不好吃啦 只要是份量太少啦 然後當時他們也跟我講說 那你可以在餐廳的時候問啊 可不可以加麵啊 可不可以加什麼啊 你說老闆 為什麼麵這麼少啊 對啊 我那時候也沒想到 我覺得喔 我們做這種節目 我們當成為公眾人物的時候 你不要小看我們講話 其實都可能會傷害到人 對啊 這是有一個朋友傳給我的 好 這個攝影大哥幫我拍一下 你看喔 他說你從這裡看 那個影子就是圓的啊 可是你從這裡看 他影子其實是方的啊 OK 那當你看到影子的時候 你會說這個東西是方的嗎 會啊 因為你看到影子說 那就是個方的東西啊 可是對不起 它其實是個圓的東西 而且你記不記得那件 那件條文洋裝 對 我就是藍跟黑 他就非說是金色 我們兩個在化妝室快要打起來 我說你是瞎了嗎 你 他裡面講說你瞎了你的什麼眼 對啊 可是他才發現說 真的有人看成 一半一半 差不多一半一半 沒有啦 藍黑還比較多啦 所以我們就講說 因為鐵木老師 他就有這種習慣 他以前也PO過網 對他以前也為了很多次PO網 學校也曾經口頭警告過他 所以這一次可能因為事情 比較嚴重 就牽涉到這個副線 因為他以前可能 因為學校的管教問題 或一些事情 他也曾經PO網 就像小黛說 他是屬於比較那種大炮性的 在一個傳統 比較保守的學校校風裡面 這種老師會比較 跟其他老師比較起來 會比較特別不一樣 那所以他再加上PO網這個動作 時下網路 臉書反應很快 就像我自己犯的那個錯一樣 那我碰到這種狀況 我剛剛講說 我自己以後就會想到收斂了 那我不曉得鐵木老師 他以前有曾經這樣PO網過 真的被學校警告的話 那以後他會 他會用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 像我會覺得 那以後臉書 那就乾脆PO一些那個正面好了 就反正就是光明面 社會光明面 就是講好的講喜事 報喜不報憂 那我不知道 像這個鐵木老師 他會不會就是開始 就是調整他的做法 我想問一下 靖平他是不是要改善 他最主要的問題 應該要改善學生 在這個營養午餐上面 應該獲得的這個待遇 也就是他應該要去保障的是 學生的福利 而不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想要自己謀取 我們今天看到說 本來大家不認識鐵木落地 現在全台灣可能都認識鐵木落地 恐怕沒有這個狀況 那也可能我們 就是全台灣都認識黃丹哥 我相信他 他應該不是基於這一點 全台灣都認識他 那我們也應該 平心而論 不是應該有政治動機 他要去打許副縣長 基本上也不應該也不需要 對不對 應該把這件事情回過本質來 怎麼樣去改善學生 在營養午餐上面 應該要有的福利跟待遇 應該放回他的本質 而且我覺得 我在講一個前因 因為為什麼他 我覺得他這次 為什麼可能 就像靜安姐 他可能暗指抹人 怎麼樣怎麼樣 當然也許他指錯對象 我指錯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他之前有PO網過 因為跟 因為管教的事情 他PO網過 然後他也罵過教育處 那結果後面 其實在這一件 白菜事件發生之前 他曾經因為管教問題 所以他曾經有跟學校 有一點槓上 然後也跟學生的家長槓上 然後再這樣 他為了他的足球隊問題 他也跟教育處槓上 他那時候所用的做法 都是PO網 所以後面 其實在白菜事件發生之前 花蓮的教育圈 就一直傳說 教育處 教育處要把你調到 那個教育處去看管了 有一點看管的意味 就是說 把你從花崗國中調走 不讓你在學校 不讓你在學校 我要把你調到教育處 就進看管 所以 田木老師那時候有危機意識 他有找一些議員 幫忙去了解這個狀況 甚至自己也擔心說 會不會被調走 所以他也請議員去 跟這些副縣長 跟秘書長 去講這些事情 也問說他為什麼會被調走 那結果後面 有了白菜事件之後 他又把這個PO上去 所以就變成一連串的效應 我最後還是很想問 為什麼都沒有人告訴我 那白菜去了哪裡 我覺得是一連串的錯誤 但是至少還沒有 那個過程是有確定 那兩個無故的老師 要被說先戲 所以不會偷吃白菜 這個是要找誰 女生被說先戲 應該很高興 但是你因為偷吃白菜 還有先戲 你高興嗎 所以我覺得 你還好吧 問題是兩個老師 哪有先戲 我不知道我沒看過 只是剛剛好而已 對 只是剛剛好 只是我們的身材 要被人家買來像做文章 你剛才不是這樣講的 你剛才不是這樣講的 就讓先戲也不會吃 要二三四可能 我覺得這個事情 真的我們社會上 應該要有一個新的認識 對對我覺得 這是認識 自以為是好人的 自以為是 這是EQ 這是EQ 其實我覺得以前 王建謙就有這種味道 對不對 我說的都是對的 我絕對不會錯 這是第一種 另外一種是 瑞士最近在進行一個 一個全面性的抵制 消費者一定是對的運動 這樣 所以我覺得台灣應該也是 因為我覺得我們對 很多的消費者都已經 寵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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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去看CodeCode這個 CodeCodeCode 畫畫畫 現在教你體系 就像那個什麼伊芝凡 什麼 伊芝凡 伊… 伊芝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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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跟阿密克爾 那把它操作成這樣 我們就看不出他的深度是什麼 好像就是 真正他被霸凌的那個 那個內容沒有講出來是什麼嘛 對不對 那這個這個記者會覺得 哇這不是應該以前是綠營有沒有 支持綠營的時候 其實他拍了 你到底有沒有挺久 他幫洪秀珠拍了桌麗 然後因為在網路上 然後就被人家霸凌罵你們他 甚至有一些這個人身攻擊的負面 然後也影響他們工作 那可能在在球團的立場 會認為說 他們牽涉到這個經濟院沒有告知 然後因為 Lamigos他在我們桃園 這個Lamigo球團 他這個人氣很高的球隊 又是那個啦啦隊加油隊 又是大家球迷都很喜歡看他們 長得又都很漂亮 所以如果這三個 這三個女孩子去幫人 去幫洪秀珠拍 幫洪秀珠拍 幫這個洪大珠拍 幫洪小珠拍 有違反到什麼 沒 違反證據正確 不是啦 我覺得 怎麼可以這樣 那這樣子 然後對這三個女生來講 就是一個網路霸凌啊 我們應該抗議的是這個事情 可是怎麼會變成打成政治的 我們簡單一點講就是說 他不屬於球團 他不是球團的啦啦隊 沒有約 對他不是球團的啦啦隊 他是經濟公司派出來的 Model 我們就講Showgirl嘛 所以他是跟經濟公司之間有經濟約的 那所以說球團其實跟他們之間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用就不用 對那你不用就不用啦 我可以去選擇另外一個經濟公司 提供另外更好的Showgirl給我 可是他們三個跟我們要關注的是 他們去幫什麼紅袖柱啊 或什麼柱 拍過這個廣告 有沒有得到他們經濟公司的同意 其實這是一個經濟約的問題 對啦 就是主要是經濟公司有沒有同意 然後變成說 對大家反而現在炒相說有點政治 說啊 因為他們去 因為好像 因為外面的人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不是討厭 到底他... 昨天三立播出那個記者會 後來他不是有問這三個女生嗎 有沒有繼續 除了欺騙嘛 誰問 主持人 繼續挺住 紅袖柱都問 結果有350萬人點閱 對 因為太好笑了吧 因為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分兩段 就是說你有沒有跟經濟約 那你沒有 有沒有違約是另外一回事 那你去 真的是無常去拍那個桌麗支持紅袖柱 有些鄉民也不用去罵他啊 對啊 他有常去拍也沒有問題 也沒有問題啊 對 然後 我們要講的是這個 這個如果他去拍你就要罵他 因為你自己的政治立場不一樣 他就不能去支持 你不支持的人 這就是霸凌啊 對啊 這個部分要被好好的說 對 但是後半段 紅袖柱的 紅營的危機處理也很好玩 紅袖也是在操作這種事情不是嗎 那我們要罵紅袖啊 因為昨天現場 其實那三個女孩不曉得是怎麼回事 就對了 我們不曉得說 他是因為是拿了前拍 所以他也沒有要真心支持紅袖柱 可是你主持人人家已經回答了兩三遍 就問你有沒有繼續 以後要不要繼續支持 繼續挺住 然後人家就說 我願意就好啦 不是 我們堅持做對的事 不是 那個女三遍的接閃活動嗎 活動嗎 然後主持人人就問說 那你會繼續挺住 蛤 繼續 我們支持對啦 跟繼續做對的事 然後繼續 紅袖柱就開始擺臉色 他是問你說會不會繼續挺住 你就說繼續就好啦 沒有 所以說 他們當時不敢講 你就旁邊也不要再連問七次 那個危機 那不是霸凌嗎 對啊 那也是霸凌啊 那個不要再霸凌 而且你一直希望誘導出一個你要的答案 就是這樣嘛 這就是危機處理 就像 我們剛才講的花蓮的白賽一樣 花蓮縣政府你後來在做懲處的時候 那個就失去比例原則 對 你本來是對的 你會讓人家有點抵大欺騷 你都不要處理 你就公佈真相 覺得你很危險 對啊 像那個 像那三個女生一樣嘛 你這個事情 他們要挺誰 不管是有錢沒錢 都是人家的選擇 自由 你都要尊重 到昨天為止 可是 可是紅營 可是紅伴太多 太操作了 炒大成說 他們被打壓 蔡英文的網軍在圍剿他 在霸凌他 他想要做成這樣 這樣是在隱含什麼 會不會再隱含一個想要做藍綠對抗嘛 嗯嗯嗯 所以選舉選到這樣子 一定要搞對抗好嗎 嗯 好 那這些 這三個小女生 其實如果他們是有默契的 你只要說我願意就好啦 我願意就繼續支持啊 對 你被問了幾次 講到最後講說 我願意堅持做對的事情 你知道這很繞口令 你知道那個風險很大嗎 逼小孩子去講這些 他那會有政治風險很大的耶 可是你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怎麼會在紅袖處就在你旁邊 你怎麼講話 講得那麼扭扭捏捏 講不出來 你就會懷疑說 這個在幹嘛 是不是在設計一個什麼東西 所以那個危機處理就不好嘛 我覺得設事衛生啊 就這麼簡單 然後我們剛剛講的 設事衛生我承認 不過也都成年了啦 你要對自己的事情負責 那回到前面 那就網路秩序嘛 對不對 網路需不需要有秩序 網路互相攻擊就很常見 網路有秩序就玩 那是沒辦法的 網路互相攻擊也很常見 所以我們說 如果今天我們講白菜事件 他是經過學校很完整的調查 然後也沒有改善 鐵木老師再把它PO出來的話 其實他就很有正當性 但問題就是在還沒有真相之前 他就先把它PO出來 然後可能就引導到大家 他要等目的 或者說鄉民想要有什麼固定的答案 要集體網路霸凌 這樣子就不對了 我講實在話啦 我們在座每一位 也在社會上都有一些知名度 自以為是的正義 不是 我們齁 我們如果都有一些失事 被別人PO上網 然後去討論 外公 你就會覺得 每一個自己都是霸凌的受害者 一定不舒服 網路的文化就是這樣 網路的文化就是這樣 所以 柯文哲嘛 你喊被霸凌 然後那個林盛文也 林盛文也被霸凌 那自己原先在網路上面 得利的那一塊 他又沒有想到 對啊 對啊 誰會去 柯文哲在網路上得利的那一塊 那時候得到選票 因為金蘭 以前跟我同事的時候 他跑台北市政府 是啊 那像這個代季權 這真的是名 名將暗生嗎 他也是有實權啊 薪水也是25萬 他可以分紅 而且他可以分紅 董事長不能分紅 他本來的 董事長薪水是25萬 對 因為董事會就決議代季權 就月領25萬 所以總經理的月薪也是25萬 然後呢 他有分紅 可是董事長沒有 只是說他的決策權 他只能決定500萬元的發報案 可是總事長可以決定 1000到1500萬元以上 洪因你如果要問我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柯文哲自己 要負很大責任 因為第一時間他說 我只是股東之一 他其實掌握了事成 那這裡面 他其實是可以任命 代季權這件事情 可是第一時間的危機處理 大家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把它推開 他認為他只是 所謂的台北市政府 只在裡面的股份的事成 他沒有把這個任命的本身 其實就是市政府可以決定 這是一個事實 他直接把它推開 然後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最難堪的是 代季權上個禮拜 還上週一庫的節目 一副 對啦 當初就是我提的吧 他本來是說員工 然後後來又弄到最後說 這個點子怎樣怎樣怎樣 後來上個禮拜就自己稱 對啦 這個案子就是我提的案子 你知道嗎 然後又被挖出來說 本來說不要公開 這個市長說不要公開賣 那就壓力下不要公開 他又用電話賣 電話賣了以後大家又看到 蛤 還有一個三千份的這個 公關卡 公關卡 這一路上以來 你不覺得就是囂張嗎 那這個囂張是誰縱容 你剛剛在問的這件事情 到現在 看起來柯文哲還在這裡面 我不能講包庇 因為大家覺得 他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 把台灣社會當成白痴 就是說如果這叫懲處 那還有什麼叫做 所謂的 所以我就覺得他票可能很多 對 那人太多啦 那人太多 就明天就要我一半一半 要我五十幾年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其實我們選柯文哲當市長 目的就希望他做得低潛好 對啊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非常嚴格 來監督他 好 那那三千套的公關卡 現在在哪裡 到我們錄影為止 台北市政府還沒有公佈 柯文哲說11點要公佈 欸 我們現在錄影過一點幾句 其實新聞還沒看到 嗯 所以沒有辦法交代清楚 我看起來是以脫代變吧 他如果公佈的話 會得罪很多人 得罪太多人 為什麼只有你 為什麼沒有我 而且你有四百張我有一百張 然後他有五十張 他沒有他只有四十張 第一個大家會看 大家會看哪些議員 或哪些官員有去拿 一個 我有大小 這個議員要拿又罵 第二個再看 還有四五張都是官員 誰比較大牌誰比較小牌 沒有拿到的 記者 記者是最後 記者應該要拿 記者要拿 記者也會被罵 記者又拿又罵 這個就就有趣了 所以我覺得 你從很多角度來看 就是說 這個卡呢 是以行銷來講 是有市場的嘛 是啊 絕對 而且市場很大 對不對 是有市場的嘛 所以這個 對我一個悠悠卡 我本來就是照顧 各種不同族群 對卡面的這個設計的一個需求 因為一年有六十幾款 對不對 那為什麼 你就承認說 這是一個 按照行銷的策略來講的一個 一個東西就好了 你幹嘛後面 我真的覺得這整個事情荒腔走板 就是從後面開始 代季權自己面對發行這個卡 好像也由不抱琵琶半遮面 對嘛 就是你不敢承擔嘛 然後再來整個 整個文化局也出來講 他什麼重量 然後什麼這個卡 一下子超商賣 一下公開賣 一下不要賣 我真的覺得 是後面這個事情 讓我們覺得 沒有這卡根本就不應該發行 那你後面就更應該把它收掉 他整個文化處理是不對的 不對 你應該把它收掉 如果柯文哲今天說 是處罰了代季權 從董事長變總經理 那就承認他自己做錯了嘛 是 那不然你何必處罰呢 對啊 可是如果你承認錯 但是你又名降 暗生 哇 你是給大家 暗賞啦 暗賞啦 就是說它可以分紅 當董事長一樣的錢 董事長的薪水是沒有分紅的 那優惠卡如果賺錢 總經理是可以分紅的 總經理說一年大概平均可以分70萬 因為 因為優惠卡其實是個獨佔事業 它是獨佔事業 也是溫坦的 對啊 而且 所以你在看這件事情 第一個 說 優惠卡能不能發佈 現在看起來預算 你的態度就是獅子要來咬我 不管我在態度上面 他要認錯不認錯 在那個態度上面 還是很強硬 所以 楊一定站著讓他咬 不願意跪著讓他咬 我覺得 這個事情很奇怪 我覺得他的態度有奇怪 有些市議員講話也很過分 他說 你故意是弄一個網址 然後讓鄉民故意要來挑 就是說 我在質詢你 如果我罵你比較凶的時候 你就公佈網址 讓鄉民來罵我 你議員去監督市政府OK 那我們民眾看那個 會不會有什麼不對呢 就像立法院現在每次都開放 各委員會在監督 難怪難道你市議員 不能夠被監督嗎 我覺得那種市議員 講這種話也很令人火冒三丈 是誰啊 一個三點水的啊 一個三點水的 我覺得這個就很像說 叫洪秀樹辭職也是三點水 洪秀樹也是三點水 辭副院長就叫我們在欺負他 我覺得這種話聽起來 就令人家火冒三丈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柯文哲 你這明明就做錯了 否則你為什麼要 要懲罰他 為什麼要懲罰他 你根本就不應該 讓他繼續再做總經理了 否則你就賞罰不明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什麼以後代監督隊啊 柯文哲還搞不清楚 代監督人做錯了什麼了 我覺得發不發破卡這個事情 先不論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發生這個事情之後 你 代監督權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為什麼會弄出公關卡這個事情 這個公關卡是送的還是付費的 我先不去預測它 因為只有兩種可能 一個是我送了 我送了 第二種 第二種是說 好你可能我要安撫議會 所以議員如果來跟我講 我會保留這個 從這個保留的三千張扣檔裡面給你 但是這個還要付錢的 只有兩種可能 最糟的是說 我是送議員 那這個是在賄賂嘛 是怕你議會到時候質詢我嘛 那第二種是說 我如果可以留下三千張公關卡 那老百姓 老百姓要訂這個卡 那就是有一個公平性的問題 是啊 那時候開放電話的時候 然後最糟糕的是說 這裡面就會產生說謊的問題 對 然後 最後一個是 他到底要不要公佈 最大的麻煩是說 一公佈下去以後 這些當初你要去做關係 還是要組的這些議員 當初拿了這些卡 現在被你公佈以後 這些人馬上變你的敵人 他不敢公佈的啦 公關卡已經都發出去了沒 都發出去了 發出去了就是有民間啦 對啊 那有民間公佈就有去啦 所以你柯P敢公佈嗎 不是 他有政治後座力嘛 其實這個很 任何所長做這種事 都不然公佈名單 然後他就死得更快 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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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P選市場的時候 訴求是改變喔 他要改一遍 那他昨天就不要講 今天11點要公佈啊 因為這個 我跟妳講 但是他拿出來抽獎 或捐送給民眾 這個事情真的本來沒有那麼熱 OK 可是因為被炒成這樣子 然後又限量 然後又從此沒有了 就成為絕響了 你知道嗎 這個 因為這個在 就大家會很趨之若霧 好 我舉個例子 江蕙演唱會剛開始的時候 今年又有演唱會 那我們就是 搶 不用搶 那時候沒有覺得要搶 然後 然後宣布說是瘋麥演唱會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一輩子也沒有接到那麼多電話 說 原來他的 我的朋友的媽媽都八九十歲了 因為從頭是要 都不敢講他自己要的 都是要那個 我就趕快打電話去問 然後又說 然後又說沒有 現在還沒有 我們會開放給圈內朋友 因為大家圈內人 你一定要 就是所謂的公關 好 那你以為那個是什麼嗎 我告訴你 現在已經江蕙演唱會結束了 我們就告訴你 我們有多辛苦 所以你拜託我買 我們有買到 這是叫正常 因為他就跟我講 好 那個我們開放 哪一天 就是正式開賣之前的 哪一天 他開放 他總共開放六個小時 圈內人買 而且一律只能買五千八 沒有什麼八 他說八百都要留給那個 廣大的那個 因為你們要先買 對 通通五千八 而且不能買六日廠 所以給我們限制的 非常的嚴格 所以後來還好 那個叫我幫他買票的人 就是我就六個小時而已 你知道嗎 我還打給我一個朋友說 欸 你爸爸媽媽要不要 好 他說喔好啊 那不然買三張 然後一個小時就說 欸不要啦 萬一他不去 買兩張就好 我說你確定喔 他說對 兩張就好 後來他求一夜告奶奶 他要補一張 這沒有辦法 過了那六個小時 就是沒有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第二個 我看是禮拜六他開放 然後我們禮拜一 就要捧現金耶 全部捧現金去換票耶 就是說直接現金就要去拿票 這樣子就對了 所以這個叫做公關票 所以我覺得說如果他那個 我們這個票不叫公關 那只叫保留票而已 對啊 那只叫保留票 還不叫公關票 對啊 公關票當然是不用錢啊 大部分公關票都是不用錢的 你沒有去看外景 這樣會前面兩排都不用錢 那是公關票 但是我 我只要這樣講 我說 你有馬大納的嗎 可以給我 三萬耶 反正別人我們有了 當然我覺得 代季權的想法是這樣子 因為柯文哲一開始 就要充業績嘛 要五百億變一千億嘛 就成長 業績成長一倍 他也許想充 但我覺得他的做法就錯誤了 因為你現在是一個 一個是半官方的機構 你如果今天他的這種操作模式 是在他自己開車的公司 大家很多人搞不好有拍拍手 說哇你厲害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充個量 看他自己開公司誰理他 不是我意思是說 因為你是獨佔的 對啊 而且他是公家的 所以我意思是說 這種行銷手法 這種行銷手法 如果是在私人企業的話 大家拍拍手蠻厲害的 私人企業沒有人管你 但是因為這就是公布門 不穿衣服的也可以 對不能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剛剛一直講到那個卡 他其實有幫人家做客製化 所以像我本身 像敬平以前他也跑國防部 國防部他就有委託那個悠悠卡公司 我們現在最熱門叫做什麼 Apachi對不對 那Apachi那時候回國門的時候 在接機典禮的時候 陸軍就有做一套 Apachi的悠悠卡 對 啊每個記者就有一張 對啊 每個記者就有一張 我講一句話 你知道國防部去委託 悠悠悠卡公司發那個特製卡 是國防部要拿錢給他 當然 要付錢的啊 可是悠悠卡發破卡 賣給民眾 他賣給民眾 他的那個 那個經濟公司裡面 付給悠悠卡公司的錢 是比較少的 所以你知道你是個獨佔的東西 這個要很小心的 好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最近看網路的一篇是 好像浙江的那個什麼 工商局的那個官員在講話 就那個主持人問他 他也很不客氣 他講說 這個根據最近的一個雜誌調查 就是說民營企業 500家民營企業 抵不過一家 就是500家民營企業的 目的一家央企的大腿 這樣子 講話這麼不客氣 然後呢 結果人家這個工商局長 就講得很清楚 他說 是 我想過 全國的央企 就是中央企業 只提供了6300萬的 就業機會 但是所有的這些 民營企業 提供了7.2億的就業機會 所以他講說 國營企業是酒 但是民營企業是水 人不能喝 每天喝酒 對不對 但是不能每天不喝水 不能一天不喝水 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說 其實這個回到講說 因為國營企業是有一些 獨佔 有一些壟斷 特許 你更特許 所以那個是民營企業 沒有辦法跟你比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你在做任何的判斷 跟競爭的時候 你真的要 不能完全以說最大利益 或者什麼來做一個考量 要不然這樣子 有每天漲價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當然是有一些公益性質 一些政府的那個 但是你要跟我講說 從董事長降為總經理 叫做懲處 職務上有了 名稱上好不好 名粹來了 實質內容沒有改變 實質內容並沒有改變 甚至還有新增加 會不會說有就有 不是啦 這個外界可能不瞭解 就是說 基本上公司的設計 其實是董事長比較大 因為它是控制董事會 對 董事會 那總經理其實是有董事會 董事長任命 可是有一些機構 你去問財團 有一些員工不批把批把 就說老闆 我們公司是董事長制 還是總經理制 當然啦 那種當然就是誰控制 華航是總經理制 是是是 所以我剛剛問金蘭的意思就是說 優卡是總經理制 還是董事長制 以前沒有總經理 以前沒有就反正就董事長 不是 就連勝文 在那個這次代季權來 這個總經理是空的 是董事長制 所以我要說的是 優卡公司總經理是空缺 代季權來的時候 所以這次一連串你去把 所以代季權當了董事長之後的 當時的總經理也是空的嗎 空的 對是空的 這個事情是因為 對 內部反彈 內部不滿 他是董事長制 從頭開始 就是內部人給一周開 一路上出現的一個問題 但是柯文哲沒有去處理 內部的問題 這個事情他當了總經理 未來還是持續的會內報 那這個內報的過程到現在沒有解決 解決的原因是還在講 所有東西都送在他那裡 他就點了一點還在那裡 沒有辦法去處理 沒辦法消防 那我把話再問前面一點 我可能比較白目 代季權是什麼背景 接這個位置 因為他幫他選舉 他是他的點子 他是柯文哲的網軍 頭銅軍的負責 所以這優惡卡公司以後 會從董事長制變成總經理制 所以對代季權來講 根本沒有承諷到 以前柯文哲在選舉的時候 在台北上選舉的時候 他在上Google那個關鍵字的時候 他曾經打柯文哲 然後出來都是那個連勝文 所以後來他就覺得很不解 為什麼要這樣 他就希望說能夠關鍵字 就是柯文哲不是有連勝文出來 後來經過這個跟代季權溝通 因為代季權他是點子王 創意很多對柯文哲來說 所以他就用這個網路處理的 這個關鍵字搜尋優化排名 馬上幫他一改之後 後來就是柯文哲 不會再迫出一堆這個連勝文的 這個關鍵字 所以很多的這個網路方面的網軍 還有選擇 因為大家都說 當時柯文哲是白色力量 然後靠很多的網軍網路鄉民的支持 還有幫他就是能夠這個選上台北市長 所以在這一塊 柯文哲蠻依賴代季權溝通 但是我覺得就是會變成 這個時候就要去看一下這個漢朝的歷史 馬上得天下 不能馬上治天下 有時候跟你打天下的人 未必可以做治理天下的人 其實代季權 代季權過去創業的過程也是這樣 他是點子王都沒有問題 他創業的時候他的點子確實是好的 真的這麼講 可是代季權過去在創業的過程中 問你出在哪裡 他不善經營 就是他在網路科技這一塊 他的創意確實非常好 非常多 而且經常都可以吸引到這個投資者 可是每一家他創業的公司 吸引到投資者 他在管理公司這一塊 吸引到責任 總而言之我實在說 因為我廣播有邀請代季權接受訪問 他其實是答應的 在那個波多野結衣那時候 這樣 後來他說他可以來 可是他不想談波多野結衣 他說這樣 我說這樣你不用來 對 要來幹嘛 對 我說你是來宣傳郵遊卡公司 我的節目也不是這樣 那他為什麼上個禮拜去了周玉寇 那你還在談波卡 我不曉得 因為來我一定是會用最尖銳的問題問他 那你如果不想談 那我就覺得你是以心虛 你才會不想談嘛 老實講 你如果要為你的政策辯護 你怎麼會說不想談 不過OK 我也不認識他 因為我對柯文哲最近的作法 我深不以為難 哪一件事情呢 這是南港瓶蓋工廠 南港瓶蓋工廠 那個很誇張 現在變成這樣 那是因為他被台北市政府拆了 拆成這樣 可是呢 本來柯文哲在選市長之前 他跟人家承諾 跟文化資產團體說我要保留 結果竟然是台北市政府把它產成這樣 結果人家記者昨天去問他了 說你不是說要保留嗎 他說了一句謎言 我們一直說要反攻大陸 有反攻大陸嗎 哇 哇 真的 他這樣講 這個偉大 哇 所以你是蔣介石嗎 沒有 不是 我是柯文哲 其實我覺得柯文哲上台之後 有一些作為真的很 那個 你譬如說 廉政委員會 當時風風 風風火火的 弄了半天嘛 五大 搞到現在都沒有下文 什麼都沒改變了 你包括很多裡面的那 廉政委員會都對他非常的不高興 就是內部 像他們前兩個月吧 還據說還要開個會 然後有市府的人繼續提說什麼 那我們什麼案子也要再查 這樣這樣 所以廉政委員會都裝 有事嗎 沒事我們就先走了 就散會了 所以 還是講到說 馬上合天下 你用你選戰的那個戰將 不代表他可以就關置 那就表示你柯文哲 你做事情沒有依照你的承諾嘛 所以你廉政委員會組起來 你就把廉政委員會 當一個工具 然後耍弄一下 然後沒有任何的結果 所以你現在說 市府要提出來 你還在查什麼案什麼案的時候 大家會在乎你嗎 大家根本就知道說你是玩假的 所以你認為會自己辭職很多 話都不能了知嘛 查完之後丟到法務部 法務部就跟現場說 你這個 純餐 沒辦法 不是 不構成要件 退回去給你 是 來 再看這個 喔 以前說的緩攻大陸也沒有緩攻大陸啊 對不對 然後記者就問他了 可是你以前承諾要保留的啊 哎呦 那個文之處是不是 文之委員會 文之委員會 跟一個叫都審會 他們的決議我也沒辦法啊 可是你還是跟人家以前說 要承諾保留啊 他說 你們現在是要我認錯是不是 不是 你做市長 你怎麼會沒辦法 就是要你認錯啊 對啊 不然你以前選權跟人家承諾要保留 現在變成這樣 你跟他說那我也沒辦法 那你以前跟人家承諾什麼 我才不相信沒辦法 你一個市長 你沒辦法去 去處理這兩個委員會 你只要一句話 對 兩個 其實不在講話嘛 對啊 只要他一句話 這兩個局勢 對 會不會改變動嗎 是天啊掉下來的 文化資產保護是一種價值 開發是一種價值 他其實就是選擇後來的開發嘛 在這個過程當中就很清楚嘛 那我們在談整個都市在更新 在進步的過程當中 最後你選擇什麼嘛 選擇文化資產是一種方式 選擇開發建設也是一種方式 那你就要去面對嘛 那你不能在這種狀況下 你的昨天跟你的今天不一樣 你就應該告訴大家 這裡面到底昨天的柯文哲 跟今天的柯文哲不一樣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要講清楚嘛 不是在這裡閃躲 然後耍嘴皮嘛 我們沒有說要 我們長期說要反攻大陸 我們也沒有反攻大陸嘛 你不覺得這個話聽起來很刺了嗎 他常常說那個 如果我說起來 我記得我早就歪斷一刷 他說你們現在是要我認錯是不是 是啊 記者 如果我是記者說 對 你就是講 你就是做錯了 你為什麼不道歉 對不對 欸 老闆 你這牛肉麵裡面沒有牛肉 是啊 太陽餅有太陽嗎 那應該也有嬰兒嘛 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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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金油呢 你看這些什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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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油有鬼啊 我想想想想 哈哈哈 新聞 發話話 柯文哲TVBS最近的民调 他还排第二名 简次于陈菊 可是刚才明峰已经要喊话了 就是说请丁守中委员把身体顾好 为什么 不是 刚刚那个洪一在讲 他日并有大用 洪一在讲这里面有两个人对调 因为TVBS那个民调里面 有一个人叫赖清德 赖神在这次跌了一跤 他就跟 剩39分 就跟这个我们看到的 这个柯文哲其实在民事上面 其实有一些落差 所以柯文哲这次被推上来 也就是说他身支持可以工作 赖清德也曾经在这门 赖清德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藤德热的事情 其实他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已经 我去台南已经很多人 我说赖神是 大家都说我们岐队是医生 你知道吗 赖苦岐队也是 所以他们现在就 甚至于有台南的民众已经讲说 赖文神 赖文神 所以可见他这个压力有多大 那其实台南我们 我去看了他的那个疫情的分布啊 都在市区 他不是台南县啊 没有 都在市区啊 都在市区啊 我这边有一个 我这边有一个自主管理啊 我这边有一个图 好他就是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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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比较严重的全部在市区 台南市市区 像那个北门区是零 对 完全是他就是用颜色来分这样子 很多啦 原来台南县的郊区 就是台南县OK 就是台南市是最严重的这样子 都在市区 所以这个事情他们真的困扰很大 然后像那个 我去问那个什么 北门有个南昆森的那个戴天佛 他说他们是他们那区是零 可是问题是所有的团都取消了 所有的进乡团都不过来 都不敢过来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赖清德压力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很快的他们冲击到观光业 因为台南这几年其实 我觉得赖市长做得很好 就很多的铸点作家 写了那种曼活台南 引发那种一股那种 去台南是一个很 他的观光公车坐的椅子 做得很好 就是大家觉得说 去台南是一件很文清的事情 真的啊 因为我们有同学 就是专门去做那个 去做台南的民宿之旅啊 去住那边 然后住那边一家咱走 我们住的那个沟渣厨啊 那好严格你知道吗 你不准 譬如说我跟他去 他们两个夫妻要去住 要带人家去参观 我是不准跟着去的 只有他们两个可以去 上面介绍怎样怎样 然后他们介绍完 我才能够跟着他上去 所以那整个文清的活动 还有那种民宿的风格 通通做出来了 做出来 所以台南非常的有文化特色 但是这个登革日 让他们整个的 如果再不处理这样子 对 但是有时候就是说 也很 不过这登革日 就是2000年的时候 是300例的时候 中央就成立指挥中心 2010年的时候是743例 成立指挥中心 那现在是1万例 才成立 1万点才能换一个 这个 一个防疫中心 对 防疫指挥中心 为什么以前300点就可以换呢 所以啊这里面大家就在说 有没有政治考量 洪一 我这个新闻我有特别注意 上个礼拜你知道 礼拜一大概还有5000多 第二天他们就在讲 应该会破6000例 你知道上个礼拜 6000 7000 8000 9000到9500到今天 最多的时候它增加6排多 你知道吗 上个礼拜一路的往上走 到现在 今天大概这两天要破1万 然后高雄也要破1千 你知道吗 高雄上个礼拜也是没有啊 500 600大概这样上 那都南部啊 一个就台南 一个叫高雄啊 绿色大本营啊 看起来这里面有这些考量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苏毅仁嘛 前机管局一直在喊 一直在喊 赶快下来赶快下来 所以大家会觉得 这有没有中央跟地方 因为不同执政在这里面产生说 我就是要让你闹开 因为苏毅仁一直在喊 你知道吗 在第一时间他机管局他已经在喊 如果他也没有喊 那大家看着他这样子也就算了 可是已经有人在 一直在呼吁一直在呼吁的时候 你又不理 那这个就让大家觉得你有政治动机 在我心目中 就是说赖清德 也许这个登革热有一些瑕疵 李全教的也有一些瑕疵 不过我的了解就是说 台南人基本上还是蛮支持他 这样 那我觉得他还算很认真 这样 可是我觉得我实在对柯文哲 实在是非常的失望 好 我觉得是态度的问题 态度啦 对 态度感觉上就是 你现在是皇帝吗 很轻飘啊 就是又皮又轻飘啊 你们现在是说我错了吗 是不是 就是你错啊 你要承认啊 他不觉得他错了吗 不觉得啊 反攻大陆都我们讲这么久 那些文资团体以前被承诺 现在被骗票那些人感受怎么样呢 那没要怎么办啦 对嘛 就是这久的也没要怎么办 我这次又三年我 是啊 还没有满一年就这个样子 到12月25号才满一年 刚刚不是敏凤讲了吗 请丁守中委员把身体照顾 因为他日必有大用 全土从来尚未可思 其实你们讲那么多 我觉得柯P他不会在意他的民调支持度怎么样 他在意 他怎么不在意 他在意 他如果在意的话 他的言行就不会让大家觉得 好像这么是最强一样 你知道这波上来是因为他之前都有件事情 他又道歉才又回来的 他只有讲说波卡这件事情 不要再讨论的 他说台湾生会很无聊 当他民调又到60的时候 他又开始 本人是老爷了 我告诉你真的 你刚才讲 他就是以民调 解释自己的尊贵 他刚才讲批台的那个民调 让他觉得说他又回来了 所以那个柯神看起来 现在又站回来了 他又没有看到那个赖神 原先在那个位置上 一不小心一叠加就叠出去了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下一次就换他 可是你说他是第二名 就讲成像皇帝一样 可是人家承取第一名呢 马祖婆 对 人家承取第一名怎么这么说话 马祖婆不是这样讲话 马祖婆都不会这样讲话 马祖婆比较沉稳 马祖婆的历练跟他们不一样 人家美丽岛世代一路走到今天这个样子 不是这个过程当中跟这些 没有经过这么多风风雨雨是差很多的 我们如果是一个政凶人 我们就说对不起 我当时不了解状况 我承诺错误 现在为了这个事情 所以必须要怎么开发 我跟大家道歉 这些人也比较好接受吧 你要讲出来 为什么要改变 可是现在柯本人很多 柯本人很多小心 所以怎样 所以你现在也要提醒我 你会被网路霸凌 小心 你会被乡民 你会被乡民霸凌 柯本人对你很失望 真的啦 你对我表示遗憾 太多不可以这样子啦 我当时我们多么支持他啊 现在表示遗憾 你要说遗憾 你的五大案也是无极而充的 现在只能剩遗憾吗 对 现在流行遗憾 我对你非常遗憾 因为你就别的不要讲 当初五大案那的红绿略 我现在看了大决战就快要盖好了 是啊 不了了之了 后面要怎么 就这样子让他盖好了吗 我跟你讲 我接触很多本来支持他的人 现在都失望的不得了 当然啦 你就觉得他一手莫展 然后呢 做错事也不认错 然后呢 或者像戴继泉这个事情 处理了一团招嘛 我等下讲一下戴继泉 我就说 戴继泉做这个事情 柯本子当然可以说他不知道 可是这个人是你用的 你当初出来选的时候 你的输出已经要改变 好 为什么需要发公关卡 说一下戴继泉来看看 不是啦 你卖东西给每民众 一万两千零五套 你竟然保留了五分之一 我觉得这个资料 三千套耶 三千套 对啊 他买一万两千零五套 保留三千套 等于是五分之一啊 这个高嘉瑜他们 都有提供资料都踢爆了 然后他是后来 六个卡公司说 因为有1700多套是公关认购啊 400多套是员工直购啊 然后805套是企业公关啊 另外三千套呢 他们就讲说市府高层传出来 市长市也有 然后什么人手一张 然后甚至有什么 还有包括一百套以上的 那三千套就是 这个至少六千张 那其实你现在在四个小时 当时在九月一号凌晨四点多的时候 大家很多人熬夜排队上网去买 报纸想要说我一定要抢到波卡 不哭钱 不管他的性质怎么样用途以后 那很多人就想要拿着收藏 结果在七百三十六万多通电话 你进来然后电话订购 一万一万两千零五套 就全部卖光光 后来大家才知道说 原来你又有卡公司 又保留了三千套 要做这个议会跟这个 这个市政府企业公关 难怪昨天邓家鸡在 淘宜北市议会 草野协商的时候 议员一直要公布 许说他们都有收到 收到说现议会 不议他退回去啊 然后黄仲彥还自嘲说 拿一个拨卡回收箱放在那边 有没有议员收到的 自动认出那捐出来 不要让议会到时候公布很难看 那结果邓家鸡就说 买啦不要公布 数量告诉大家 但是不要公布那三千套的这个名单 要让人会死人 邓家鸡说 公布名单会死人 现在看起来是 民进党议员 拿了比较多 大概就三套了 一个人分三套是吧 三套说实在不多 但是显然是公安卡 收了以后现在要被公布名单 赶快拿去退 哈哈哈 国民党议员没有拿是吧 我相信议员多少都会有拿 我相信应该议员都会有拿 他不会拿还把你家议成这样 他不会只给民进党议员 然后不给国民党议员 或者那他预算怎么过呢 如果有议员都玩 有退可能会见得更大声 而且有些也不见得议员拿 议员助理也有拿 对啊 多少都会拿 对啊我们先休息一下 帮选民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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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单 新闻 放话话 好那个失踪的白菜没有找到 那现在这个小孩 请大家帮忙找一下 是立委林玉芳说 民进党派系厮杀刀刀见骨 选举时还知道要演团结戏 但连小孩子都知道 国民党高层不团结 这个小孩子是谁 这个小孩子是谁 他是在立法院的最新的一个会期 第一天之前他们要开一个立法行政的会议 行政立法实务研讨 他就因为马英九 红秀柱 马英九 王坚平 朱立伦都要列席 其实红秀柱也在 因为红秀柱是副院长嘛 林玉芳就说外面你去问 十个人都有十一个说 知道国民党高层不团结 那其中另外一个就是小孩子 所以林玉芳说 如果大家不好意思 我来安排好不好 林玉芳说政治是妥协的 请不要再讲道德原则好不好 胜利是无可替代的 林玉芳有分量吗 林玉芳有啊有分量啊 他基本上跟高层的关系都不错 他问你现在有什么用嘛 马王斗争的时候他也讲过啊 不然他说的就没效 为什么当天他才讲团结 然后朱立伦又说团结是真团结 不是表面上的团结 然后马英九开完会 马英九就忙着去跟别人握手 王金平坐在朱立伦旁边 就隔一个人而已 然后王金平在那等 等他来啊唱 就没有过来啊 因为我们的通常会这样子 对啊 这样子微笑 拜托一下啊 这边拼一下 也要演给人家看对不对 对啊 结果他知道旁边都是摄影机 他连这样演都不演 对 晚上还是会监听但是拜托一下 有啦 人家上次国庆的时候有握过手 握给大家看了啦 握过一次就好不要握那么多 握手那时候是说给你死了 对啊 因为演都不演啊 所以不出来还好啦 一出来就让大家看到 你看舆论在讲的 这个杂志封面在讲的 都是真的 高层不团结 你看就直接演给大家看啊 不然像我们刚刚讲讲 对不对 起码要演一下嘛 金啊你知道吗 如果那一天 马英九手伸出去 隔着朱立伦 握着王金平的手 那个画面有多震撼啊 那天开会其实朱立伦 他是国民党主席 他自己在会里面也讲了三次 有党无我 金啊你知道吗 澳洲总理最近下台 因为另外一个这个前总理 这个前主席 跟外交部长联手把他逼下台 那那个总理说 你怎么可以逼我下台 来我们党内投票 国议员投票 结果投出来 54对44他被拉下来 我说如果我是国民党的 这些立法委員 我才不会放马英九过去 酒喝一杯你输成这样 结果你现在 我们国民党产成这样 你还有脸坐在那里 你出来讲 有需要我帮忙 我一定会帮忙 其实美国人姐 你刚刚我那个问题 我跟你讲基层当务 你讲说大部分的国民党 基层当务员都想要 你要做什么 赶快跟我们讲 一声令下 那这个上面不要再这个 好像不团结 就不要再手下来 这样子吵来吵去的 那你要做什么 从上面到党中央到地方党务 或者大家的这些党工党员 就是照做的 有需要啊 有需要他就伸出所来啊 他哪里有伸出所来 他哪里有没有 连标球都没有啊 如果有那种 我就去拿 有讲的才算是 那你的不要相信 今晚11点 请收看 新闻